大家好,这里是细品岁月 婚后两年,一个女人抱着孩子来找我 说那是我老公的儿子 老公翻脸无情 想让我养他的私生子 婆婆甚至想让我离婚 给他的孙子一个名分 我本想狠狠地报复他们 但在这过程中 我却发现了他私生子的秘密 我是李萧萧 一个在结婚之后 就放弃工作的家庭妇女 每天在家里就是做做卫生 为我老公杜丰洗手做羹汤 一年前我曾经怀过一个孩子 但是还没高兴两天 我就莫名其妙流产了 我婆婆很不高兴 直言我是不会下蛋的母鸡 所以为了给他们度假 添一个金孙孙 我这一年不知道 被喂了多少的鸡汤和各种草药 就是为了能让我怀上孕 我因为这些东西吐了一次又一次 但杜丰并没有因此心疼我 反而叫我忍一忍 等我怀孕了生下孩子就行 毕竟他家就他一个独苗 家里还有好几套房产 需要他的孩子继承 我心里对他们老杜家这种 有皇位要继承的行为嗤之以鼻 要不是我真的很爱杜丰 我想我大概早就翻脸走人了 这一年来喝的那些中药 不仅没有让我怀上孩子 反而搞坏了我的身体 让我患上了严重的胃炎 一早起就忍不住的呕吐 还会把吃的早饭通通吐出来 每次我因为胃炎而有了呕吐的反应 他们都会很激动 让我用厌孕棒测一下 我是不是怀孕了 但我知道我自己就是胃炎 所以测出来的结果不可能如他们的意 婆婆经常对我冷嘲热讽 说什么老孙家的儿媳已经抱上二胎了 老李家的孙媳一胎三宝了 就我连个蛋都不会下 对于这件事情 我的内心也无比自责 我甚至开始想去做试管婴儿 但是我还来得及跟老公说 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 就敲响了我家的大门 我不认识她 但是她却告诉我她找杜峰 她怀里的这个孩子是杜峰的 你说你生的是我老公的孩子 我眼眶瞬间就红了 我其实不是不知道 杜峰在外面有和其他女人暧昧不清 但是我一直觉得只要她回家就好了 我万万没有想到她不仅出轨了 还有了私生子 我擦了一下眼泪 把杜峰从被窝里面拉出来 我要知道这个女人说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 你干什么 杜峰被我从被窝里面拉出来的时候 还满脸的起床气 但我也正不高兴着 我没好气地说道 你出来就知道了 我要杜峰和那个女人当面对峙 但我没想到杜峰一看到那个女人 就吃惊地说道 小晴 你怎么来了 杜峰 我 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 但是我丢了工作 现在养不起这个孩子了 女人哭得梨花带雨 让人好生心疼 原来她是杜峰的前女友杨小晴 在他们分手的时候 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但是杜峰转头就跟我在一起 然后火速结婚了 她就一个人生下了这个孩子 现在孩子都快三岁了 我的心情一时间有些复杂 不知道我是该庆幸杜峰没有出轨呢 还是该忧愁她和她的前女友 在我们婚前就有了孩子 我的脑子一时间很乱 这件事已经超出 我可以解决的范围了 婆婆得知了这个消息 一张脸笑得跟个菊花一样 她抱着杨小晴带来的孩子 小晴啊 还是你的肚子争气啊 不像有些人 结婚一年了连孩子都没有怀上 婆婆阴阳怪气地指桑骂怀 我当然知道她说的是我 我也没有办法反驳 因为她说的是实话 我确实没有怀上孩子 这一年来我被她们催的 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会生孩子 是个很差劲的女人 所以这会儿杨小晴都登堂入室了 我居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还局促地站在一旁 杨小晴压根没把我放在眼里 她看都没看我一眼 一直在和杜峰和婆婆说话 她一脸的可怜样 阿姨 杜峰 我现在已经没有工作了 又刚刚做完妇科手术 我真的养不下这个孩子了 你们能不能看在孩子的份上 让我在你们家里住一段时间 我保证我找到工作就走 说着她还查理查气地看了我一眼 就是不知道杜太太会不会不高兴 不过杜太太你放心 我和杜峰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就借助一段时间 我找到工作了不用你们敢 我肯定马上就走的 杜峰有些犹豫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带着商量的语气跟我说道 老婆 你看小晴带着个孩子多不容易啊 而且那个孩子还是我亲生的 我不能不管他 杜峰说是商量 但我很熟悉他 他这种语气 基本已经决定让杨小晴住我们家了 而婆婆很是喜欢杨小晴 她拍了拍杨小晴的肩膀 小晴你就放心地在阿姨这里住下来 你别管他想什么 这个家阿姨还是可以做主的 要是以后有人欺负你 你就告诉阿姨 阿姨帮你教训他 这就差把明晃晃的偏心挂在脸上了 婆婆都这么说了 也没有什么我可以拒绝的余地了 我只好尴尬地笑笑 你就住下来吧 谢谢你 杨小晴嘴里的话虽然是谢谢 但是她的目光却像是挑衅 我努力压下自己的这种想法 心想是不是自己太过于敏感了 但是这件事情还是给我造成了冲击 晚上睡前我一个人哭个不行 杜峰看见我的样子抱住我安慰我 老婆你别哭了 你放心我和杨小晴早就分手了 我们之前什么也没有 这不是她遇到了困难 才让她借助一段时间的 她亲了我一口 老婆 你放心我爱的只有你 杜峰的保证 让我本来难受的心好受了一点 我只要杜峰爱我就行了 但我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完全超乎我的预料 杨小晴带着孩子住进了客房 婆婆很宠她 变着花样地给她和孩子做好吃的 肖肖 你吃那么多牛肉干什么 那是我特地给小晴做的 她刚刚做完手术要吃得好一点 你就吃青菜就行 婆婆毫不掩饰她的偏心 还把昨天的剩菜往我的面前放 杨小晴还假好心地劝道 阿姨 我和肖肖一起吃就行 我没关系的 她吃什么吃 婆婆不屑地看了我一眼 孩子都不能生 吃了也没用 还是小晴你多吃点 争取给我们杜家再生一个大胖小子 妈 你什么意思 我惊诧地看着婆婆 明明杜峰的老婆是我 她居然叫杨小晴给杜峰生孩子 婆婆也意识到 她一不小心地把心里话说了出来 为了掩盖自己的慌张 她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 我说错了还不行吗 一点事情就大惊小怪 你这样怎么能做我的儿媳妇 真是不如小晴 婆婆都生气了 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但我心情不佳地回了自己的房间 没了我在 婆婆和杨小晴两个人 倒是轻轻热热地在外面吃饭 婆婆时不时还被杨小晴说的话 逗得哈哈大笑 我觉得现在这个家让我很窒息 仿佛我已经是个外人一样 接下来这几天 因为杨小晴是大病出狱 所以一切家务活都是我干 婆婆本来就是一个甩手掌柜 除了偶尔做做饭 其他事情都是我来干 现在杨小晴和她的孩子来了 我变成了一个人要洗四个人的衣服 特别是杨小晴的衣服又多 孩子又经常把屎尿弄到裤子上 以至于我的家务量急剧上增 这天我洗完衣服都已经到了十二点 杨小晴见我从阳台走出来 端着一盆衣服不好意思地说道 潇潇啊 刚刚小宝又拉裤子上面了 麻烦你把这些衣服洗了 我已经精疲力尽了 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你放在那里吧 我太累了 明天再洗吧 但杨小晴却故作为难地说道 潇潇 不是我故意刁难你 是这些衣服都沾上了孩子的排泄物 今天不洗明天就没法洗了 可能还会生虫子 我听到他这么说 我只好伸手接过那盆衣服 但是正当我伸手去接的时候 杨小晴却把整个盆子弄丢到了地上 一时间小孩的排泄物 都沾到了我刚刚拖的地板上 我感觉他就是故意的 我洗了一天衣服 这时候我已经疲惫很烦躁了 他居然还这样故意惹我 我怒吼道 杨小晴 你是不是故意把衣服扔到地上的 杨小晴被我一胸 瞬间哭得梨花带雨 潇潇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误会我了 婆婆听到声响走了出来 他看见了满地的狼藉 还有哭得不行的杨小晴 立马就冲着我大喊 潇潇你是不是就是嫉妒小晴 他给我们家生个儿子 你就欺负他 你自己生不了还嫉妒别人 我儿子怎么会找了你这么个老婆 被婆婆这么一说 我也委屈地眼泪流了下来 这时候杜峰也从房间里面出来了 他看见我和杨小晴两个人 眼眶都是红的 再看向满地的狼藉 我本来想冲进他的怀里好好哭一场 但我刚想动作的时候 杜峰却皱着眉头看我 潇潇 你别任性 小晴刚刚做了手术 你能帮就多帮帮他吧 杨小晴还假惺惺地看着杜峰说道 杜峰 是我不对 是我太麻烦萧萧了 我看着面前这三张神色各异的脸 最后冲回了房间 大哭了一场 等杜峰回房间的时候 我背对着他哭得不行 他这次没上来安慰我 反而叹了一口气 自己睡觉去了 之后的几天我们都在冷战 谁也不搭理谁 他也不主动跟我说话 我知道我们的感情出问题了 到冷战的第五天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实在是太爱杜峰了 没有他我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生活 我决定找杜峰和好 我大概是讨好型的人格 就算他是因为杨小琴和我冷战的 我自己不生气之后决定哄哄杜峰 我甚至准备了他最喜欢的情趣内衣 还算好了最容易怀孕的时间 我心里觉得只要我怀孕了 杜峰和婆婆就不会像着 杨小琴和那个私生子吧 但我没想到我没等到杜峰回来 却被婆婆急匆匆地拉着我出门 说是她的小姐妹出事 叫我陪她去她家看看 一听出事了我只好陪着她去 但没想到所谓出事的小姐妹 只是打麻将三缺一 我到了之后 就是百无聊赖地在旁边嗑瓜子 我想走 但是婆婆找各种理由不让我走 我的心里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感觉应该马上回家 婆婆不让我走 我不好的预感更加强烈了 我只好假装假装我饿了想吃宵夜 问他们要不要一起吃宵夜 婆婆才放我去买宵夜 我并没有去买宵夜 我直接回了家 我轻手轻脚地打开了家门 就听到了男人和女人的喘息声 我心里不好的预感更盛 我走进房间 没想到却看见了杜峰和杨晓晴 两个人赤裸地交缠在一起 甚至他们还不是在床上 而是在房间的桌子上 而那个私生子还躺在床上睡觉 我眼里露出了惊诧和痛苦 泪水不断地从我眼里流下来 怎么会这样 我的老公居然和她的前女友 又搞在了一起 她出轨了 而我的婆婆居然为了让我老公出轨 还特地把我支走 我气急了 我直接冲进了那个房间 你们两个人居然背着我上床 杜峰你这个死渣男 杨晓晴你这个婊子 见女人 他们两个人也被我吓了一跳 我拿东西砸他们 杜峰看见我发了疯的样子 反手就甩了我一巴掌 李潇潇 你发什么疯 你不能生孩子 还不让别的女人给我生孩子吗 我被杜峰打倒在地 她说如果我不让杨晓晴给她生孩子 就马上跟她离婚 并且要净身出户滚出他们家 我不敢相信我这么爱的丈夫 居然会对我说出这种话 我忍不住指着杨晓晴 哭喊着说道 你就为了这个女人这么对我吗 杨晓晴在旁边慢条丝里地穿上衣服 一点都没有做小三的羞愧和害怕 谁叫你生不了孩子 我妈说得对 我就不该娶你这个不能下蛋的母鸡 我整个人已经崩溃了 后面发生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 好像隐隐约约 是杜峰把我拖回了我的房间 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哭了三天 到了第三天我才想明白 我不能这么任由他们不当人 我要报仇 我要离婚 我要得到我该得到的那一部分 不然我去年的罪都白受了吗 我先去了一趟医院 我要检查一下 到底是不是我生不了孩子 我总觉得很奇怪 我之前也谈过恋爱 当时有一次我怀疑 我跟前任男友是不是有孩子了 还去医院里面检查过 结果虽然是虚惊异常 但是那个医生告诉我是抑郁体质 还叫我做好防护措施 既然我是抑郁体质 那为什么我没有怀孕 我去医院做了全方位的检查 医生说我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还是很容易怀孕的体质 那为什么两年来我没有怀孕 会不会有问题的人是杜峰 我之前从来都觉得 是不是我自己身体不好 才怀不上孩子的 但是我现在不那么觉得了 我回去和杜峰和好了 告诉他我不要和他离婚 并且接受杨晓晴的存在 杜峰见我失去的样子 把我抱入他的怀里 萧萧 你早这么失去就好了 你乖点只要你比小晴早生下孩子 我的老婆永远只有你一个 我在心里冷笑了一声 这就是我爱了那么多年的男人 实际上就是一个禽兽 就连这种话他都说得出来 我假意顺从地点了点头 然后不经意地说道 老公 那你明天陪我去检查一下身体吧 我想看看是不是我身体有什么问题 对了你们单位今年还没体检吧 顺便一起去拍个心电图 做个CT什么的 杜峰知道我很爱他 所以这时候 他没有丝毫怀疑地答应了我 他估计觉得 我是真要努力拼孩子 跟杨晓晴竞争上岗了吧 第二天我带杜峰去了医院 带他做了各种眼花缭乱的检查 最后还帮他测了一下精子的活性 检查的结果 居然是杜峰没有生育能力 所以婆婆给我吃了那么多不要 结果是他儿子不行 等等 不对啊 如果杜峰根本没有生育能力的话 杨晓晴的孩子是谁的 我心里悚然一惊 有了一个很可怕的想法 我趁他们都不在的时候 拔了那个小孩带毛囊的几根头发 把他和杜峰的头发 都送到了亲子鉴定中心去 很快鉴定结果出来了 杜峰和杨晓晴的儿子 根本没有血缘关系 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没想到这个破坏了我家庭的女人 怀的根本不是杜峰的孩子 我刚想怎么样 才能把这件事情利用最大化 结果我一回去 杜峰和婆婆两个人就满面春风地笑着 婆婆还时不时摸摸杨晓晴的肚子 笑得跟个菊花一样 晓晴啊 你的肚子真是太争气了 居然这么快又怀上孩子了 妈跟你保证 你要是这个孩子还是个男孩 我就让李萧萧那个不下蛋的母鸡 滚出我们家 杜峰居然没有反驳 搂着杨晓晴笑得牙不见眼的 看来她很满意杨晓晴 这么快又怀上了她的孩子 我回来了他们不是没看见 只是他们都当作没看见 毕竟在他们的眼里 我现在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罢了 我开始在脑海里面复盘 杜峰当初为什么跟杨晓晴分手 我有听杜峰提起来过 是因为杨晓晴的妈妈不同意 我总感觉怪怪的 如果杨晓晴的妈妈 不同意他们在一起 那怎么可能同意杨晓晴未婚先孕 生下杜峰的孩子呢 这一切都透着一股子说不出来的诡异 而且我现在可以肯定 杨晓晴肚子里面的那个孩子 也不是杜峰的 不过让我意外的是 公共居然因为杨晓晴的这个孩子 大老远的从隔壁市跑过来了 公共平时并不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反而一个人在隔壁市 开着几家餐饮店 他把那几家店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没想到这次杨晓晴怀孕 居然能把他都惊动了 公共很喜欢杨晓晴 还有他儿子和他肚子里面的孩子 恨不得把所有好的东西 都送到杨晓晴面前 有时候我真不理解 孩子对于这一家人来说 真的有那么大的魅力吗 不过无所谓了 我已经在收集杜峰出轨的证据了 等我拿到我应有的婚内财产离了婚 我就让他们知道知道 这个让他们捧在手心上的女人 带来的孩子根本不是他们杜家的孩子 而是狸猫换太子 但是超出我预料的事情却发生了 这天我被婆婆使唤去给杨晓晴买补品 却看见杨晓晴和公共两个人 鬼鬼祟祟地走到小区的地下室里面 这两个人不是刚刚第一次见面吗 为什么会一起去地下室 直觉告诉我一定有鬼 果然我一凑过去 就听到了他们两个人在争执 小晴 你和杜峰结婚的话 我们的孩子就名正言顺成为杜家人了 你到底在闹什么脾气 公共的语气带这些讨好 你就听我的 乖乖嫁给杜峰好吗 杨晓晴的语气里面带着抱怨 可我爱的人是你啊 你没办法让那个老太婆滚出去就算了 还要我当你的儿媳妇 我也没办法啊 这不为了我们的孩子继承财产吗 谁叫钱都在那个老太婆手里 她要是知道孩子是我的私生子 你不仅一分钱没有 还会被她搞死你信不信 我一边录着音 一边震撼地瞪大了眼睛 我还以为这只是一次老公出轨 但是却被戴绿帽的事情 没想到更离谱的是 老公前女友怀的孩子 居然是我公共的 我回去的时候 可以说得上是神情恍惚 还因为恍惚 洗碗的时候打碎了盘子 直接被婆婆臭骂了一顿 这时候我却没有之前那么怨恨婆婆了 毕竟我知道了公共和杨晓晴的事情 开始觉得婆婆又可怜又可恨了 要是让她知道她心心念念的孙子 居然是她老公的私生子 她面上的表情应该会很好看吧 这么一想 我心里被她从前欺辱地难过 倒是渐渐消散了 但我还是觉得不对 总感觉我遗漏了什么很关键的一环 等午夜梦回的时候 我梦到了那张亲子鉴定书 我才意识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如果孩子是杨晓晴和公共生的 那为什么孩子会和杜峰毫无血缘关系 按理来说 那个孩子应该是杜峰的弟弟啊 那只有两种可能了 一是杜峰不是公共的亲生儿子 二是杨晓晴撒谎 孩子根本不是公共的 而是其他野男人的 为了知道事情的真相 我拿了公共 婆婆 杜峰 还有孩子四个人的头发 去做亲子鉴定 鉴定的结果 居然是公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而杜峰和公共毫无血缘关系 但是杜峰又是婆婆的亲生儿子 我看到的时候心里极其震惊 所以不仅公共出轨了 早在三十年前婆婆也出轨了 并且生下了一个孩子 那个孩子就是杜峰 这一家子还真是乱 我拍了杜峰和杨晓晴亲密的视频 逼迫杜峰分割我和她的夫妻财产 不然我就不仅不离婚 还把她和杨晓晴的事情闹到单位去 看她还有没有脸待在公司里面工作 李潇潇 你在威胁我 杜峰蠢蠢欲动的样子仿佛要打我 而我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在摊牌之前 我找了我的表哥表弟为我保驾护航 是啊 不可以吗 你做了不要脸的事情还怕被别人知道 我知道杜峰爱面子 而且房子基本都是她的婚前财产 我要是仅仅只是我们的婚后财产 其实并不算过分 我知道她会答应的 果然杜峰在骂骂咧咧之后答应了 婆婆很不满意地上来想要打我 还阴阳怪气地说道 你果然嫁给我们家杜峰就是为了钱 你这个不下蛋的母鸡 现在她不是我婆婆了 我也不需要给她好脸色了 我直接给了她一巴掌 然后在她生气地想要打我的时候 我在她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 我是不下蛋的母鸡 难道你下的蛋就是杜家的肿吗 果然婆婆听到这句话瞬间脸色一变 我和杜峰顺利地拿到了离婚证 走出民政局那一瞬间 我感觉空气都清新了 你很高兴 杜峰一脸不爽地看着我 和你这种人渣离婚我当然高兴 我把杜峰的检查报告递给了她 这就当是我给你的离婚礼物吧 杜峰接过报告看了一眼 她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我怎么可能没有生育能力 我还和小情生孩子了呢 李潇潇 你这份报告该不会是假的吧 杜峰气急败坏地看着我 我见她不信 直接把她和孩子的亲子鉴定给了她 这下杜峰算是彻底信了 她怒气冲冲地跑回了家 看样子是要和杨小情算账了 我带着我的表弟表哥一起去了他们家 毕竟他们家的大戏可不止这一出 等我到他们家的时候 杜峰已经揪着杨小情的头发 嘴里不停地骂着贱人 婊子 你居然敢骗我 婆婆也在旁边破口大骂 什么脏话都说出来了 口水还糊了杨小情一脸 杨小情被打得下体都出血了 只有公共一个人在旁边不停地劝架 这才让杨小情不至于被杜峰和婆婆 两个人混合双打 但我能看出来 杨小情肚子里的那个孩子 估计是保不住了 杜峰看见我来了 面带不善地看着我 李潇潇你来干嘛 你是不是来看我家笑话的 给我滚 我轻吃了一声 你们家的笑话可不止这一点 你什么意思 婆婆本来就被我之前说的话已经 她估计怕我把她抖落出来 但我却把公共和孩子的亲子鉴定报告给了她 我的意思就是 孩子不是杜峰的孩子 是杜峰的弟弟呢 杜峰看见了亲子鉴定 双手都在颤抖 爸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 她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毕竟杜峰是真心敬重自己的父亲的 没想到父亲却让他戴了绿帽子 而婆婆看见亲子鉴定书之后 直接发了疯一样地打公共 我打死你这个老不死 你这个糟老头子 居然背着我跟儿子的前女友搞在一起 居然还想让儿子替你戴绿帽子 估计公共也是心里有愧 任由婆婆打着 但是我觉得戏还不够精彩 走之前还加了一句 忘了说 公公婆婆你们俩是互相戴绿帽子的 毕竟杜峰也不是公共的儿吗 你居然敢绿我 你也绿了我 爸 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没有人救救我啊 我的孩子要没了 我走的时候 他们一群人已经打起来了 而且已经不知道是谁打谁了 我偷偷录了视频 决定把这一家子奇葩的事 还有视频挂在网上 当天我的自媒体号就火了 他们几乎都名声尽毁 再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城市待下去了 听说杜峰还被开除了 而婆婆和公共则离了婚 而我则因为这篇文章大赚了一笔 在我爸妈的支持下 买了一套我独居的小房子 我再也不会像当初那样 委屈求全地爱一个人了 我只会爱我自己 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小三岁的弟弟 他活泼又单纯 爱意炙热 我接受了他的追求 我们很快就谈了恋爱 现在开始讨论结婚的事情 而这次的婚姻 却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爱 在爱别人的同时 要先爱自己 才会获得更多的爱 大家好 这里是细品岁月 出了月子没几天 老公就给了我一纸离婚协议 我想不通 曾经非我不娶的人 怎么忽然就气我如碧吕 后来才知道 那天我在医院拼了命地给他生二胎 他却和邻居在家的床上 你浓我浓 江林把离婚协议给我的时候 孩子刚睡着 我还在说笑 怎么下班了 还有看不完的文件 当我看清上面的字时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我疑惑地看向他 他转过头去 只是让我牵了他 为什么 他冷漠地开口 就是觉得受够了 过不下去了 那一瞬间 我的内心就像被针扎了一样疼 是因为我没有给你生个儿子吗 还是你外边有人了 跟孩子没关系 你看看你现在 整天拉里拉搭 嗓门大的 家里一团乱 孩子一团糟 哪里还有以前温柔善解人意的样子 我好笑地看着他 也确实笑了出来 温柔 我每天一睁眼就是两个孩子 一堆家务 还得伺候你们吃喝拉撒 你还指望我温柔 我一着急 嗓门不自觉地就大了起来 还没开始理论 江灵就摔门出去了 你看你撒泼的样子 我不想跟你吵架 协议签了吧 明天就去离婚 卧室的门开了又关 我捂着嘴 任由眼泪四溢地流淌 我不明白 和江灵恋爱两年 结婚五年 一直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难道我不想每天打扮得美美的 家里收拾得窗明激进的吗 我一个人拖着两个孩子 连个帮衬的人也没有 除了收拾房子 洗衣做饭 还得给孩子喂奶 换尿布 换水 上下学接送 有时候孩子不睡 连口饭都吃不上 哪里还有心情和功夫来收拾自己 江灵一晚上没回卧室 大清早我起床做饭 看他蜷缩在沙发上 一米八的大男人 宁愿缩在这窄小的沙发上 也不愿意去床上睡 我就这么让他难以忍受吗 心又开始疼了 我不离婚 江灵抬头看我 早饭的热气飘在我们中间 我坚定地说 我们在一起七年 从恋爱到结婚生孩 就一点爱都没有了吗 而且孩子还在哺乳期 我没工作也没能力养活他们 玄玄跟我 甜甜跟你 我给你抚养费 江灵也格外坚定 我们死死地盯住对方 各不相让 你这么迫不及待是外边有人了吗 看到光鲜亮丽的女人 开始嫌弃我了吗 你说是就是吧 我在这找不到家的感觉了 彼此耗着没有意义 我从来没想过这些话 会从江灵的嘴里说出来 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妈不同意我们结婚 因为江灵是单亲家庭 父母又各自组建了家庭 她毕业以后就从家里独立出去 我妈担心以后嫁过去 婆家连个帮衬的人手都没有 可她郑重给我妈保证 这辈子绝不会像父母那样 让我受委屈 会照顾我一辈子 没想到现在逼着我离婚也是她 那些甜言蜜语好像不过市场笑话 说的人早已忘记了 听的人却当了针 哺乳期不能离婚 我不想离 你离不了 我擦掉了不争气的眼泪 转身进了屋 那天之后 我和江灵陷入了冷战 不知她是有意无意 这段时间总是回来很晚 甚至同一屋檐下 一周也见不上两次 只是她也没有再提离婚 我是意外发现江灵出轨的 出了月子以后 我常带着俩孩子到小区广场玩 广场人多孩子多 闺女尽情撒欢 我推着儿子也能清闲一会儿 众所周知 村口是八卦的集散地 小区也不例外 只不过地点换成了广场 经常带孩子来玩的 家长们一来二去也熟悉 那天我去的晚 听到几个女的窃窃私语 说是我们小区有个单亲妈妈 长得温温柔柔的 借着卖东西的名义勾引人家老公 每次那个男的去了 又是帮他拿拖鞋 煮咖啡 又是给他专门做点心 而且还帮男人照顾宝宝 人家宝宝睡着了 他就在孩子边用扇子轻轻地给他扇 特别的贴心 我静静听着 心生感慨 到底是温柔的女人惹人怜爱 讲八卦的那个胖女人有点面声 我也无意打听什么 就跟着听个乐呵 忽然有人问了句 他住几号楼啊 卖什么的 我看了眼是家姨妈妈 他住三号楼 我女儿常和他女儿玩 就五号楼二单元那个 做蛋糕的 家姨妈妈两眼放光 你说他啊 不像那种人啊 我还买过他蛋糕呢 我插了一句嘴 你说的不会是白情吧 对对对 就是他 白情确实不像那种人 他是我在业主群里加上的 我们这是个新小区 小区入住率不高 为了方便生活 大家经常在群里 分享一些超市优惠和好的店铺 白情是做私房烘焙的 又住同一栋楼 我特别喜欢他做的甜品 尤其是刚出炉的 很解馋 所以怀孕的时候 经常让江林去买 江林每次都会提前去 一出炉就马上带回来 那男的是谁啊 他老婆知道吗 好像是他们一栋楼的 肯定不知道啊 他老婆好像才生了二胎 女人的第六感 有时候很准确 一些片段从脑海里闪过 我转头问胖女人 你知道是几楼的吗 好像是十楼的 你亲眼看见了吗 造谣可是犯法的 我盯着胖女人似笑非笑 关你什么事啊 说的人多了去了 我家旧住十楼 西户还没入住 你说呢 胖女人闭了嘴 目光闪烁 兴兴地走了 胖女人走后 大家也都散了 吃瓜吃到了自己头上 说起来也真好笑 回家以后 我就忍不住 点开了白情的朋友圈 想从里面窥的蛛丝马迹 他经常在朋友圈 分享些蛋糕和甜品照片 还会分享生活碎片 情话很多 但实际行动 却更让人心动 喜欢你是我的事 和你没关系 目光所及之处皆是你 甜蜜的文案 加上诱人的甜品 整个朋友圈 都是甜蜜的气息 直到我看到 一个多月前的 一条朋友圈 轻轻倚着你 睡前的时光 总是幸福而治愈 配图放大 边缘的手 是将临的 那只露了一半的手表 是她生日的时候 我送的礼物 我认得 女人真是种神奇的生物 总是擅长 从戏之末节里 发现一些真相 而我惊奇地发现 朋友圈发布的时间 正好是我生产的 那天下午 当时我打了几个电话 她都没接 无奈之下 只能自己打车 去了医院 后来她怎么说的 开会 手机静音 原来一切都早有预兆 只不过是我神经大条 怀疑的种子 一旦种下 很快就生根发芽 四处开花 我不可抑制地 就想起来了 生孩子前几个月的事 当时有个朋友 让我帮忙点拼多多 我就顺手发给了江林 我懒得下载 以前都是她帮我点 桌上的手机 叮咚了一声 我才想起来 她去洗澡了 我拿起手机 准备自己点的时候 发现密码不对 正准备放下的时候 她忽然把手机 夺了过去 张口就质问起来 你拿我手机干什么 我一脸惊呆 我就点个拼多多啊 江林看似松了一口气 后来关了灯 我才后知后觉地 反应过来江林不对劲 放在以前 别说改密码 我要用手机 她都会主动塞给我 而且 恋爱以来 她的手机从来没改过密码 可后来又自我安慰 也许是自己怀孕了太敏感 她整天按时上下班 回家以后又钻到厨房煮饭炒菜 照顾怀孕的我 哪里有时间 江林回家的时候 屋里一片漆黑 她打开灯 看见我坐在沙发上的时候一愣 我看了下墙上的钟表 十一点五十 再过几分钟又是一天 脑海里的话 脱口而出 你从下班就待着她那吗 江林明显被我打了个措手不及 愣了一下才说 你别找事 我很累 现在不想和你说话 心里一股无名火起 烧得越来越大 你不想和我说话 想和谁说话 白情吗 这么晚不回家也是在她那吧 她那么好那么温柔 你怎么不睡她那啊 还回来干什么 哦 对 估计都不知道睡了多少回了 王倩 话别说得太难听了 江林压抑着怒气 她越是生气 我越是开心 事你们都做了 还闲话难听啊 你知不知道外边是怎么说的 背着怀孕的老婆勾搭小寡妇 好一段风流佳话啊 我让你去买东西 还想把人也买了啊 心里的火烧得噼里啪啦 我说尽了平生最恶毒难听的话 那些话像一把把锋利的刀 扎向她 同时也扎得我体无完肤 够了 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跟个泼妇有什么两样 我白天在公司给客户赔笑脸 给老板拍马屁 还要忍受同事的排挤 回家以后还得做饭带孩子 忍受你的抱怨和脾气 你呢 不就是白天带了一天孩子 有个空就会玩手机看电视 家里也不收拾 自己也不收拾 我就是喜欢白情 人家也是独自带着孩子 你哪里比得上 啪 巴掌落在江陵脸上的时候 她有点猛 离婚 如你所愿 心底最后一点火光燃烧殆尽 只留下一堆灰烬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奔涌而出 我咬着牙擦干眼泪 转身回屋 房门关上的那刻 我再也控制不住嚎啕大哭 妈妈 你怎么哭了 爸爸打你了吗 我看到轩轩光脚站在床边 两眼亮晶晶地看着我 我一边擦眼泪 一边抱着她上床 没有 妈妈吓到你了是不是 轩轩乖 我们睡觉 轩轩给你摸摸 妈妈就不痛了 女儿像模像样地 在我头上摸了摸 好不容易擦干的眼泪 又掉了下来 宝宝 如果妈妈带你离开爸爸 你愿意吗 就像奶奶在小时候 离开爸爸那样吗 那爸爸岂不是很可怜吗 女儿嘟着嘴 眉目间满是纠结 我的眼泪刷的一下就下来了 宝贝 可是妈妈也很可怜啊 我和江林飞速离了婚 甚至都没通知家人 财产一人一半 房子她折现给我 两个女儿都归我 她每月付抚养费 起初江林不同意 她还是想要留下萱萱 她不同意那就不离婚 我也很坚定 有了后爹就有后妈 况且我是不会把我的孩子 放在小三身边的 江林拗不过我 又想快速抽身 就签字了 我在离我家近的小区 租了房子 带着女儿搬了过去 我妈知道后 让我搬回家我没同意 毕竟有了地席 我也不好常住 我找了一份居家客服的工作 在家边带孩子边工作 我妈有时候会来帮我 日子总是要往前走的 就像我从来没想过 自己会离婚一样 我也没想到 离婚后的我也能工作孩子两不误 与其在一段糟糕的婚姻里 苦苦挣扎 还不如放自己 也放别人一条生路 人总要走出来 才能找到更好的自己 难过的日子终归会过去的 和江林离婚不到一个月 一个意想不到的人上门了 那天打开门的时候 我愣着了一下 一脸疑惑 虽然只有一面之缘 我还是认出了她 她就是那晚在广场上 散布白情和江林关系的胖女人 女人两手下意识搓在一起 善笑着说明了来意 原来她是白情的婆婆 今天来找我 是希望我能管管江林 让她不再缠着白情 这样白情就能回家了 白情婆婆一脸稀奇地望着我 我有些好笑地看着她 当时还那么理直气壮地宣扬 现在到急地跳脚了 恐怕你要失望了 我们已经离婚了 她爱跟谁好跟谁好 我管不着 说完我就准备关上门 她吃惊地望着我 你就这么和她离婚了 不是他们两个勾搭一起 破坏你婚姻 你离婚不是便宜他们了 那也是我的事 跟你没关系 说完我就砰的一下关上了门 留她一人在外边叫嚷 你这人怎么不识好歹啊 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你这样的 怪不得管不住男人 说起来白情也是个可怜的女人 她是从小地方出来的 城里打工的时候 认识了她老公王丽 王丽长得白白净净 脑子活络 又能说会道 看着青春靓丽 温柔似水的白情就动了心 开始追求她 都说好女怕蝉狼 白情很快就在王丽的猛烈攻势下点了头 两人迅速结婚 婚后生了一个女儿 王丽家条件不错 婚后日子也算和和美美 直到疫情期间 王丽在朋友的怂恿下 沾上了赌博 家里输得一干二净 还欠了外债 王丽一家想着要把小区的房子卖了还债 白情不同意 要债的人天天催 两人因为钱的事整天争吵 终于在一次喝醉后的争吵中 王丽失手打了白情 暴力就像潘多拉磨合 一旦打开了 就关不上了 被打了几次 伤心欲绝的白情 带着女儿住进了小区 要跟王丽离婚 而王丽为了躲债 也为了逃避离婚 出去打工一走不回 因为当时买房写的是白情的名字 眼瞅着白情死活不回来 白情婆婆去了几次都被拒之门外 后来看她做起了生意 还要坚决离婚 白情婆婆坐立难安 特别是在频繁目睹江陵 进出白情家 更是心生怀疑 就借了八卦的名义 在小区到处散播谣言 当然也不全算造谣 毕竟俩人确实勾搭到一起了 她这么做 一方面希望在大家的指指点点下 她能有所收敛 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传到我耳朵里 能借我的手收拾他们 可她千算万算 没想到我这么迅速决绝地离婚 反而助长了白情要离婚的气焰 江陵跟我离婚以后 更光明正大的出入白情家 有一天 白情婆婆在去看孙女的时候 正好看见江陵进了白情家 她就在门口守了半夜 孤男寡女 深更半夜共处一室 能干些什么 气急败坏的她 打电话叫白情公共 喊上一大家子亲戚堵上了门 一群人破门而入 俩人在床上被捉了个正着 白情婆婆不由分说地上去 就给了白情一巴掌 你这个女人 趁着老公不在家偷 人 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不要脸 的玩意 江陵反应过来 一手把白情拉到身后 大声呵斥 你们是谁 大半夜私闯民宅 还乱打人 我现在就报警 说着拿着手机就要打电话 被白情公共 一把夺过摔在地上 身后的亲戚拿着棍子 一哄而上 棍子如雨点一样落在身上 打的就是你们这对女干夫淫妇 偷 人都偷到家里了 还敢报警 报啊 让警察来看看你们做的恶心事 我们两个男未婚女未嫁 正常谈恋爱 偷谁了 江陵色缩躺在地板上 怒喝道 白情跟我儿子还没离婚呢 就这么迫不及待了 不打你们打谁 没一个好东西 别打了 是你儿子不跟我离婚的 他赌博家暴我的时候 你们怎么不说 王立个孬种 他不是躲着不离婚吗 不离婚我就给他戴绿帽子 白情一双眼睛通红 恶狠狠地盯着他 神情猙獰又恐怖 那件事情闹得很大 后来是邻居听到声音爆了警 物业和警察来的时候 人还没有走 都被带到警局做了笔录 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在警察的调解下 江陵接受了对方的赔偿 就稀释宁人了 对于白情的欺骗 江陵更是愤怒 直接说了分手 白情好不容易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自然不会轻易放手 哭着闹着不分手 王历那边压根不出头 白情婆婆也咬死不离婚 拖也要拖死他 事情似乎就这么僵持下来 江陵再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脸上很是疲惫 她似乎有很多话想跟我说 她红着眼睛 语气带了几分哽咽 倩倩 对不起 我不该听白情的话跟你离婚 她骗了我 我一时鬼迷心窍 你能原谅我吗 我们复婚 再也不分开了好不好 这么久了 我终于从她口里听到了这句迟来的对不起 可是有什么用呢 迟来的深情比草剑 我倾醋眉头 故作苦恼 一副善解人意的样子 不太好吧 我们复婚了 那白情怎么办呢 她那么温柔的一个人 可怎么活啊 江陵一听有戏 迫不及待想拉我的手 我不动声色地避开了 什么温柔善良都是装的 她就是故意勾引我 借我摆脱她老公 还骗我说她离婚了 要不是我也不会平白无故被人打了一顿 你不是嫌我不够温柔体贴 不够漂亮吗 我怎么能配得上你呢 我温柔地笑着 眼睛亮晶晶地盯着她 不就是温柔体贴善解人意吗 谁还不会呢 不是的 倩倩 那都是她让我说的 都是白情一手促使我们分开的 你看在孩子的面上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江陵言辞恳切 喜心革面的样子 仿佛我要是不复婚就个复心汉一样 看我迟迟不表态 江陵上前一步 想要拉我的时候 白情来了 她上前紧紧抱住江陵的手臂 你是不是要跟她复婚 连你也不要我了吗 你说过爱我的 江陵烦躁地甩开她 恨不得跳得远远的 我跟你没关系了 你没离婚 还骗我是单身 还把我的家庭也搅散了 白情泪眼婆娑 又一次上前抱住江陵 我马上就能离婚 你等等我 别不要我 我冷眼旁观地看着 两个人像演偶像剧一样 还挺精彩 江陵再一次甩开白情的时候 白情忽然轻蔑地笑了 江陵我给过你机会了 你要是非要分手 我们就与死网破 你也不想我和你床上的照片被人看到吧 我可是拍了好多 你江陵气得脸都绿了 转身走了 白情看着江陵气冲冲地走了 转头警告我 以后少来勾引她 我勾唇一笑 这你可管不着 况且她要来找我 我也没办法 好歹我们还有共同的孩子 她要来我总不能拒之门外吧 哼 走着瞧 白情嗤之以鼻 不过也不是没办法 你刚说的照片我挺感兴趣 要是能分享我一份的话 我倒可以考虑考虑 白情勾唇倾笑 你们都离婚了 你要照片干什么 观摩 好奇 想亲眼看看自己爱过的人渣 才好死心吗 毕竟我们也在一起七年了 你做梦 我才不会给你 给了你 他更不会来找我了 白情说完就踩着高跟鞋 去追江陵了 脑子还不算太笨啊 那就祝你好运了 那天以后 我就开始学习插花 烘焙 坚持健身 练习瑜伽 同时也学习了化妆美容 把自己变得更有气质 这些无一例外都发了朋友圈 当时为了抚养费梅山江陵的微信 现在倒是派上了用场 那边他被白情缠得焦头烂额 我这边已是安稳 岁月静好 他几乎一条不落的点赞评论了我的朋友圈 甚至比恋爱时更上心 弄得一些知道我离婚的 都纷纷来问我是不是复合了 没过几天 白情就坐不住了 因为他也是我的共同好友 不出所料 白情的动作很快 没几天就江陵被公司开除的消息 江陵拒绝见他 白情就把他们两个的照片 直接寄到了他公司 尺度之大 令人咋舌 甚至还有录音 公司一时间炸了锅 为了消除不良影响 公司高层当时就让他回了家 这些都是江陵公司的小前台告诉我的 没生二胎之前 我经常去公司给他送饭 一来二去就熟悉了 在他的帮助下 我也拿到了那些照片 后来 在外躲了很久的王力回家了 看到那些照片 得知自己被戴了绿帽 冲动之下就跑了出去 拿刀砍了江陵 江陵开门逃跑的时候 慌乱之中推倒了白情 和白情一起从楼梯摔了下来 当时就头部流血晕了过去 后来被人送到了医院 手术后一直没醒过来 白情比较幸运 只是摔断了腿 王力涉嫌故意伤害罪 很快就被警察带走了 判了十年 判决结果出来的时候 江陵还没有醒来 医生说可能会成植物人 很庆幸 我早就和他离了婚 走出医院 我拿出手机删掉了通话记录 和他们的微信 没错 王力是我打的电话 照片也是我给他看的 最后 他们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大家好 这里是细品岁月 我从医院醒来的时候 房间天花板上的白赤灯光 打在我的脸上 漫长黑暗中 骤然出现的光芒 让我刚睁开一条缝的眼睛 重新闭了起来 我的手指动了动 接着慢慢移动了手 并抬了抬 脚在被子里也活动了下 除了周身感到有些酸痛 头晕晕的 并没有其他不适 有声音从一旁上方传了过来 你醒了 太好了 真是急死我了 还好你没什么大事 我听出来那是闺蜜 艰难地将眼睛重新缓缓睁开 病房里的白色 铺天盖地地涌进我的视线 右手上还插着输液的管子 我试图开口 然而喉咙只是寒昏地响了一声 发出了痕的阴结 他赶紧把水拿来 给我润了几口 一边松口气地说 医生说 你出车祸遭受撞击 还好你命大 除了脑震荡和身体轻微撞伤 其他没有大碍 车祸 印象中 似乎有一剂重击的感觉传来 然后是刺耳的刹车声 记忆慢慢席卷而来 我猛地意识到了什么 忙抓着闺蜜的手 红涛呢 他在哪里 他怎么样了 闺蜜叹了口气 他就没这么幸运了 车祸时伤到了腿部 暂时是不能行走了 要看日后的恢复情况 闺蜜一句话没落地 我忍不住剧烈咳嗽起来 五脏六腑都要抖出来的样子 可把他吓坏了 他急忙按住我 你还是先顾好自己 不在于这一时 以后有的照顾他 我躺了回去 无声地落下泪来 尾翼冲斥着我全身 这次车祸 跟我有着很大的关系 我最近一直忙于工作 红涛心疼我 说这样下去 身体会吃不消 提了好几次 要带我出去玩 他说 不要为了赚钱 把身体搞垮了 可这个时代 不给你喘息的间隙 你跟不上潮流 就会被淘汰 如果我不及时调整 生意就会越来越惨淡 店里刚上直播 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和对接 我哪里还顾得上旅游 但我不好搏了红涛的好意 答应他忙完这一波 就跟他出去玩两天 临出行的前两天 我还叮嘱红涛 把车子送去检修下 毕竟要跑长途 以免车子半路罢工 他开玩笑说 一切准备就绪 只等我这股东风 我把女儿拜托给闺蜜 店里的事情交给另一个员工 心情激动的出了门 我们是下午出发的 计划到临时过夜 在路上 我刚开始 还不停的与红涛有说有笑 或许是因为他开着车 性质并没有我这么高 只是平静的附和着我 等到后面 我逐渐泛起了瞌睡 不知道睡了多久 我做了一个揪心的梦 梦中女儿大声的哭着喊 妈妈 快回来 我不由的心疼起来 想着赶紧回去 我挣扎着醒来 迷糊中觉得车速特别快 红涛半睁着眼 紧张的盯着前方 我忙转过头来 却眼睁睁看着车子即将撞上去 我尖叫了一声 那一刻求生的下意识本能 让我扑过身子 疯狂的抓着方向盘 往右打了一把 接着就是砰的一声 我们失去了知觉 记起整个事件 我心里要后悔 又无比内疚 如果不是我抓了方向盘 或许 红涛的腿就不会受伤 如果我坚决一点 不答应出去玩 那我们两个都不会有事 老天好像是见不得我幸福 我才跟红涛结婚一年 好不容易走到今天 生活有了起色 却又给我来一记重拳 一直以为我没有任何人指望 母亲只知道吸我的血 在我没考上大学 工作几年后 母亲把我身上的钱搜刮完 然后给我安排相亲 把我许配给能出得起彩礼的人 就当偿还母亲的生养之恩 我没有反抗 前夫脾气暴躁 一言不合就动手 女儿出生后 压力大时 她经常喝酒 割醉了就耍酒疯 再一次她家抱我 并连累到女儿时 我毅然决然离了婚 我什么都没要 只带走了女儿 我自己开了间卖衣服的店 带着女儿艰难度日 好在努力工作有了回报 我的生活越来越好 房子也有了 女儿也入读了小学 我想过再婚的事 但我绝不接受相亲 我只想自由恋爱一次 在一次晚下班时 我被人尾随 红涛家玩班路过救了我 出于感激的心 我请她吃饭 送她两件衣服 慢慢的良人就熟络起来 或许是同病相连 时间久了 我们对彼此有了心意 但我不敢表达出来 毕竟我是二婚 还带着孩子 红涛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 继母带她不好 她从小看脸色吃饭 因为没有学历 她的工作都做得不长久 工资也不高 她休息时常来店里陪我女儿玩 女儿慢慢也喜欢上她了 我们就捅破了那层窗户纸 在得知她并不介意我的身份时 我心里莫名的很感动 我毫无疑问的嫁给了她 红涛对我关心备质 对女儿认真负责 我的心放回了肚子里 觉得上天带我不薄 让我遇到了一个真心相待的人 她做气修的工作辛苦且赚得少 她很希望能快速地赚到钱 最好是赚到大钱 说给我们更好的生活 往往这时 我宽慰她脚踏实地才是根本 同时心里又甜滋滋的 我越发地拼命工作 便离开了直播后 熬夜是家常便饭 她不放心我的身体 时常叮嘱我不要只顾赚钱 不顾身体 如果失去了我 她也觉得没意思了 我的生活日渐明朗 家里后方稳固 事业也越来越好 这里面有一份红涛的功劳 我打心眼里感激她 她就是陪伴我走完这一生的人 可意外打的我猝不及防 红涛知道自己的腿不能动之后 悲痛消沉了一阵子 脾气也不像以前那么好 但还是不得不接受了现实 腿不只是暂时麻木 后面还是会恢复的 只是不知道要等多久 她对我也逐渐冷淡 虽然我们没有点名 但彼此心照不宣 我又带一把方向盘的事 像根刺一样 横在我们喉咙口 吐不出来 又咽不下去 等她的情绪慢慢好了 我才又把重心放回店里面 红涛没法再上班 她干脆在家 简单料理下我们的饮食起居 刚开始手忙脚乱 家里到处都是水字 一片狼藉 手上不是这里有滑伤 就是那里有烫伤 我有些心疼她 打算请个保姆 这样既能照顾行动不变的她 又有了可口的一日三餐 她却发怒起来 你是不是嫌弃我成为累赘了 又不过就由着她去 时间长了 她真干出些模样了 尽管如此 我心里人会七上八下 在店里的时候常常担心她 为了照顾她的自尊 我瞒着她 在家里偷偷安装了摄像头 上班时看着她在家的活动 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不由的庆幸 还好她挺过来了 站起来只是迟早的事 我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那时我一定要好好庆祝一番 两个月后 我无意中打开视频 看到洪涛在家来去自如地走路 我当时还以为自己看花了眼 使劲揉了揉眼再细看 没有看错 她确实能站起来走路了 而且还很熟练 没有一点出站起来的那种 肌肉无力或不是 我顿时惊喜万分 心里激动不已 恨不得立刻就回去 和她一起分享这快乐的时刻 待我稍冷静下来 我不由的想起 昨晚我艰难的帮她挪动着身子 给她泡脚按摩 我赶紧把视频往前面几天翻了翻 不看不知道 一看让我惊讶的不知道如何反应 原来一周前 她就可以走动了 那这些天我晚上回去 为什么她还是坐在轮椅上 想到她天天晚上 还让我伺候洗澡 上厕所 真的完全如同废人一样 为何视频里的人 又能像个正常人 怀疑压过惊喜 向我胸口涌来 压迫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决定不动声色 回去后看她是否坦白 指不定也是想着给我惊喜呢 晚上 我故意把她推到餐边柜一米处 然后去够高处的茶叶 摸索中不小心碰到了旁边的绿茶盒 眼看着从上面掉落下来 我以为洪涛会站起来 用手去接住 她是去接了 但惯性使然 好像站不起来 腿用不了力 扑扶到了地上 她尴尬地笑着说 这腿真是不行 也不知道还要等多久 我压下想要脱口而出的真相 默默地把她扶到了轮椅上 然后冷声道 没事 总会好起来的 晚上去厕所时 我搀扶着她时 她的一切力量都放在我身上 我低下身子往一边抽去 结果她的身体就随着我倒去 真的没一点披露 天衣无缝 第二天我去店里后 赶紧打开视频 却看到 她在家行动自如地给自己弄吃的 我压制着奴火 继续回想这段时间发生的事 大脑飞速的运转 让我捕捉到了一丝细节 旅游那天 我们是下午出发的 中午在家 她有小睡半个小时 怎么就会出车祸追尾了呢 洪涛开车向来小心谨慎 如果路上犯困 她会抽根烟 那天她开车全身灌注 又似乎在想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想起出车祸前 洪涛让我买过一份意外鞋 当时我还不乐意 但她说是朋友要做任务 不好推脱 于是我让她随意安排 受益人填鞋得是她 这么一想 我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 车祸前 洪涛那种不顾一切的表情 让我打了个冷战 她当时的方向盘 是往左打的 车子右边静止朝前方车辆撞上去 也就是说 如果真是这样 那出事的只会是副驾驶 根本就撞不到主驾驶 如果不是我求生的本能 把方向盘往右拉 那出意外的就会是我 说不定还会失去生命 我死了 那生效不久的意外险 自然是要赔付 一笔高额的费用给洪涛 而且她还会拥有我的房子 那我的女儿呢 如果她真是算计我 肯定不会拱手相让给我女儿 女儿到时也可能遇到危险 结婚一年来 我一直沉浸在被宠爱的假象里 此刻理清了事情后 一些细节就自动浮现出来 怪不得她喜欢赚快钱 还时不时的暗示我卖掉房子 她一张宠溺的面具下 竟然藏着如此歹毒的面孔 我以前从没有去探究过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真想戳瞎自己的眼珠子 三十多岁的人了 没好好经历过爱情 一旦遇上就沦陷了 万一她再藏了什么龌龊的心思 我就犹如掉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粉身碎骨 我不敢把女儿接回家了 拜托闺蜜接去她家一阵子 接下来的每一天 我都关注着视频里的一切 唯恐错过了任何细节 两周后的一天 天气炎热 我下班后回到家 红桃关心的地上一杯水 热了吧 赶紧喝点水 准备吃饭了 我挣了下 接过水把她放在饭桌上 打开冰箱 拿了两罐菠萝皮出来 今天店里生意不错 我们干一杯吧 我一仰头 大口饮料灌入喉咙 冰凉刺藤蜿而下 眼泪煞时夺眶而出 我们离婚吧 这是离婚协议书 红桃不明所以 还假惺惺的关心我 我抹了把眼泪 鄙怡的吼了出来 别装了 明明腿早就好了 还装作一直瘫痪 你安的什么心 我把所有的事 一股脑倒了出来 她明明是个狼 却非要披着羊皮 那我就把她的羊皮扒掉 她拿起桌上的协议书 看到自己净身出户时 暴怒的站了起来 想这样打发我 门都没有 不分割财产 我就托死你 亲眼看到她站起来 原来是计划庆祝的 此刻只觉得 像是被人打了两耳光 无比讽刺 真相被揭开 我浑身像筛子一样抖个不停 我拿出了 她在网上购买迷药的再图记录 还有我回来前 她投药到刚才那杯水的视频 我握紧那杯水 既心痛又愤怒的说道 是不是又打算着 让我出安全事故 这样你好脱身呢 如果你不签字 我就把这杯水和这些记录送去警察局 我是几天前 在监控里看到她收快递 拆快递 拿出一具白色粉末状的东西 藏在了家里 晚上趁她睡着 我查看了她手机 里面有她来不及清理的购买记录 今天零下班前 我看到她拿出了那包药 把它融化在热水里 等我到家时 她就把那杯水递给我喝 目的不言而喻 洪涛瞪着心红的双眼 却也不敢贸然行动 她只得乖乖签了离 原来很早前 她因为想赚快钱 就沾上了赌博 她救我的那天晚上 并不是因为加班 是赌输了刚好回来 她看我条件不错 便动了心思 那时她的赌债并不多 后来忍不住越赌越大 借了花呗 网络借贷 还有各种信用卡 拆东墙补西墙 几个月时间 翻到了八十多万 我心思单纯 内心渴望爱情 而且我除了房子 有服装店 还有存款 她计算着 让我卖掉房子 帮她还账 但我把财产看得太紧 她被逼急了 踩起了杀星 说服我买保险 然后制造车祸 只是她没想到 我竟然躲过了车祸 而她的腿却麻木地动不了 等到腿恢复了 她就计划着 如何让我假意发生事故 然后门混过去 我真庆幸自己安装了摄像头 不然或许小命真的不保 如果说第一次的婚姻失败 归咎于母亲的操控 那么遇到洪涛 就完全是我自己的问题了 在感情里 我渴望爱情及被爱 所以当别人施舍一点 我便失去了分辨的能力 经历这么一遭 往后余生 无论亲情 爱情 就算没有 我也能让自己活得风生水起 我只管带着女儿 好好生活